詞曲 李宗盛 詞 李宗盛 這個風零 昨天我們在普通資料講 食益屠殺和梅蒂的形象 他當中有講到這個風零罩 這個莊名的帳 這個帳啊 這個帳表示什麼 這帳表示比如說跟殘戶一樣 就是你那個什麼 很多 很多的意思就是這樣 比如說這個莊名帳 比如說金莊名帳 就是說在整個一切諸法 一切諸法 都是莊名 所以這個帳不是 比如說功德帳 我們講說功德帳 功德帳 功德帳 功德帳意思也是一樣 就說 就不是 就說你有那個無邊無量的功德 比如說功德帳 台灣話 功德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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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你功德帳 你沒辦法沒辦法 哇 那個功德帳就是這個意思 這樣比喻你的代表 就是說 這個功德不是指一個單項 或是多項 就是一直累積 累積到無邊無邊勾 那個功德 你各分別 分文別列 累積出來的 那個是功德帳 功德帳 所以對這個帳的概念 要不要對他陌生 這個就是 就是這個 莊綿這一塊裡面 涵蓋在所有一切的 那個什麼 那個事物的地 國事 比如地空間那邊 空間是什麼 比如說 我們會把這個道場莊綿起來 我們把道場 就是空間 謝謝 謝謝 你要好好審視到 你 審視到你成就佛國的時候 你有一個佛土 那個佛土要 裝給 沒有 我會裝給你的佛土 裝給你的佛土 裝給你的淨土 這是空間 另外一個就是什麼 事啊 師傅啊 師傅啊 師傅他講說 我們做事一定要圓滿 用那個 用我們現在那個 做事要 要 要 要做圓 要圓滿 那個也是有多年 沒有人機到 再來 霧 霧 霧也是一樣 霧 霧啊 比如說 霧 試試看 霧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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剩下就好了 滑到木就好了 那個就不會裝 所以這些布也是一樣 從那個樓下 就如果你的跟它裝飾以後 它呈現出來的就不一樣 人啊 人的身體還不用人啊 那個什麼 你看有的人他就是會裝的 打扮著蚊子彬彬 我們看的時候 尤其我們是在修行 修行這塊領域的 你如果裝得很蚊子彬彬 很有涵養 那就是莊園 就是你人莊園 從人來講 我們人的裝飾從你的相來看 從你的相來看 所以我們一般所謂的裝飾就是這些 這些累積出來就是一個障 就是一個障 就是一個障 這是一般我們講 對這個裝飾的概念 所以給各位一個概念就是說 一個對裝飾這個東西 不是這樣子而已啊 不是這樣子而已 不是這樣子而已 它又是對這個障 然後在這個障 那 用我們修行來講 我們修行要怎麼 怎麼來把這些東西 這些東西啊 我們講說空間啊 時間啊 還有那個什麼 忍失誤啊 這些東西啊 這些東西 透過我們的 透過我們那個佛 教給我們的一些 那些道理啊 那些佛法 透過這些我們認識他 認識他之後 我就要去 去什麼 去落實 去執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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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慢慢的啊 你就會跟什麼 跟佛一樣啊 那個就是 就 像累積出來的 就會 就會 就會莊嚴 那你莊嚴的時候 自然就會有功德 齁 所以 對這個 莊嚴 我一般的概念啊 我一般的概念說 對莊嚴就是 這件事情 齁 只是說 好 你今天要莊嚴 今天廠營有什麼莊嚴齁 莊嚴就莊嚴 都這麼講話 對不對 你要 你要 你要行住 作惡你就要 輕聲一點齁 不要去衍生吧 這是一種莊嚴 齁 那 對佛法的認識啊 因為 因為我們大家都是 什麼 欸 各位齁 都不是精英分子 所以 對自信東西 基本上 欸 一直很容易 很容易就 就了解 就進入了 但是 對這個 對佛法方面 齁 我們要 要深入 要深入 直接進入到 進入到 他的那個 真理 真理裡面去 齁 你要深入進去 齁 那我們講說 莊嚴 基本上啊 基本上要從 從我們的這個 開始做起 從這個身 我們莊嚴你的身 齁 莊嚴講說 莊嚴不是說 你要穿的 不要 欸 欸 華麗 齁 齁 啊你不要 那個什麼 你不要那個 說 擦汁抹粉啊 你不要 噴香水啊 齁 齁 那你不要 他人的其中立福啊 齁 啊進入這個 道場 進入這個 這個 那個採算師方便 齁 不是這樣子齁 齁 就是深啦 對我們這個深 你怎麼去 怎麼去那個 因為齁 你修行 我們叫做 我們是修那個什麼 修道信號 所以 直接就是 切入到武哨 直接就切入到武哨 所以這對 怎麼來 定這個 深的多面 怎麼才可以 達到深的多面 就是說齁 你這個啊 菩薩 菩薩的那個 那個 欸 菩薩的 菩薩行啊 要是怎樣 那 獨度眾生 就要 齁 廣度 廣度眾生啊 你要這些啊 這些我們講說 欸 實力 齁 還有所視 是 不畏 齁 然後 試射 就算 看 看 哦 中文字幕 李宗盛 這些東西 一些大概我們講說第一個史歷 史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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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有那個什麼史歷 我們下來講史歷 史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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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些東西啊 這些東西我們一個一個去學它 一個一個去修正它 你有所正就有所端遠 就有所端遠 那你就會那個什麼 就是會 就去公等吧 那這些東西 你所謂的修正 就是說 你一定要有一個概念 就是說 我了解這個之後啊 我了解我也希望一切眾生也能夠 都一樣把它修正 我修正這個 怎麼樣 我也希望一切的眾生 它都能夠修正到這個四五位 到這個地方一樣 所以你那個念頭 我跟誰討論啊 就是說 你那個念頭啊 一切齁要以那個什麼 一切的念齁 以一切的念齁 要以一切眾生啊 要以一切眾生為所謂 我現在做的 都是 為一切眾生 這個做的多 為一切眾生 不是說 那個怎麼樣 我 只是對眾生複製 不是這個意思嗎 就是說 我能夠做到這個 我希望啊 那個念頭啊 我希望一切眾生也能夠 做到這個 做到這個 我能夠做到十度 那我希望一切眾生 它也能夠做到十度 當然 更願哪 一切眾生 先生我啊 我慢一點沒關係 啊 我可以更 做更多的 那個 那個動作 一定要這樣的一個念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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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 那個 我們上次很早也講過那個 呃 吳遠大 大使 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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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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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要這樣子 齁 然後呢 一邊一個去做啊 慢慢的 你這個 這個什麼 你這個身啊 就會裝眠 齁 但是這個怎麼 比如說實力啊 實力 實力裡面啊 你每一個 就是 具足 每一種智慧的時候呢 希望那個眾生 也能夠具足那個智慧 所以 比如說好 我想 比如說 你現在 那個 投身到那個 促身道裡面去 你是一個大頭炸 你要 投身到那個促身道裡面去 去渡化那些眾生啊 齁 你去渡化那些眾生 你要 那時候你怎麼辦 你用人生去渡眾生啊 躲會怕 躲會怕 齁 齁 你一定要出那個生啊 去渡眾生 知道嗎 所以 你 比如說 他 這個是一個 壞的 壞的 壹群人在這邊啊 你要去渡他啊 你要死壞 跟他同類 知道嗎 跟他 跟他 跟他同類 才可以啊 當然 語言啊 你要跟他一樣啊 對不對 你要跟他同類 第一個你要跟他交往 他用什麼語言 你就 就跟他 什麼語言啊 他 他 他講話 如果是 那種 很有涵量的 講話 講話 我們的講話 他說你要修斥一點 如果是 都醜漏話 你都醜漏話 你都醜漏話 因為醜漏話 你要醜漏 出爐的話 跟我講 我才聽得懂 不是 出爐的話 我聽不懂啊 是不是 所以 你要在哪一類的 那一類中生的 什麼樣的樣子 你一定要 你一定要 跟那個樣子 去跟他 去跟他 去跟他相處 你才會放到旁邊啊 你才會放到旁邊啊 比如說 這個實體裡面 有一個說 有一個 就是說 你要了解 那個什麼 傷 那個什麼 一切眾生的那種 過去是 現在是 跟未來是 的一些 英國一霸 比如過去是 阿關 過去是 某一次的 英國一霸 什麼樣子 什麼樣子 都可以講出來 另外一個人說 你現在是 現在是 到目前為止 你到底是 什麼英國一霸 另外一個人說 好 將來 你還好做將來 你會怎樣 這個東西 好 假設 假設 比如說 那個 現在 我們現在社會在很多啊 那個 光臺水會 最容易碰到的 就是說 那個 真的是很 很 過的生活 真的過的很苦 你去了解他們的內潛 那個生活 他能度日子啊 不是你所想像的 那樣的度日子 如果你去度那 比如說 社會光臺水 他要去幫他 他去幫他 他如果在那裡哀嚎 你絕對不可以說 我來救你 我來跟你收拾 你會不會行不通 他絕對不會接受的 他絕對不會接受 你一定要去 同理心機 去跟他 跟他 跟他交談 這個 這個就是說 你要知道 他那個英國異常 所以在那種狀況之下 因為他 他苦苦哀嚎 他沒有辦法度日的時候 又活法去度他 也許 也許 就是說 很多辦法 也許 跟他講說 也許告誡他 就是說 因為我們的 英國異法的關係 對不對 也許在那個當下 你用一個 用一個英國的那個 那個公安 或是說 很貼切的一個什麼 一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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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他的那種 遭遇啊 很貼切的一個英國 講給他聽 也許他搬掉 就怎麼樣 就接受了 這個時候呢 你就是 就怎麼樣 因為你 你那一個當下 齁 你有那個智慧 你那時候會知道說 喔 這個 這個英國的關係 講給他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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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齁 然後他 他會恍然打我 就說啊 原來 我這一生 那麼的受苦受難 一定有雷人雲 這個雷人雲 大概就是這樣 他可能放下就那個 你就 那個時候 你所獻出來的身相 你所獻出來的身相 就不一樣 齁 尤其你那時候穿的時候 喔 我穿得很端端 很那個 那個什麼 就穿得我非常的端端 我來跟你接觸吧 跟你接觸的 你就是 住的是破房子啊 啊 你是那個機航交貨的人 齁 他 他怎麼會 尤其有自尊心的人 他怎麼會理你啊 齁 所以這個 這個 那時候你獻出來的身相 就不一樣 齁 就不一樣 齁 假設說那些大關賢貴啊 齁 大關賢貴來 你跟他相處 相處 你只要說要緩緩他 因為他們的那個念頭啊 就不是跟我們一樣 他們念頭要什麼 要就是 彩色年十歲 他們追求的就是武藝嘛 他追求就是武藝啊 所以你 他追求就是武藝 那你 你用這個 用這個 這個 正心 正法正念跟他講 他聽不進去的啦 他聽不進去啊 那你 你就是 要怎麼樣 要不一樣的那種 要用 跟他一樣的那種 那種 身相 跟他相接觸 他才會提供你啊 齁 如果你每一樣事情都能夠這樣動 你這個身相所顯現出來啊 那就是你的狀眼 齁 齁 那 你一樣一樣去分析啊 我這樣 跟各位這樣講 你一樣一樣去思維去分析啊 齁 慢慢的啊 你這個 你這個身齁 齁 就變莊綿 齁 齁 那我們如果講 好 我們跟紅哥講 怎麼那個 我們講他的 這個整個意念齁 齁 這個身的莊綿 齁 這個身的莊綿就是說 齁 你要 隨著這個齁 好 齁 齁 用比較嚴謹的那種定義來看他 就是說你要隨著眾生 隨眾生 應獻其身 我剛剛講的那些例子 那個就是隨著眾生 應獻其身 最粗略的就是說 他是一個惡黨 惡族 他是一個很惡劣的黨族在那邊 這些族眾很多 你要去渡他 你一定要化現成那些很惡劣的黨族 所以還有那種 比如說他這是粗生的 這一群是粗生到的 你要去渡這些啊 比如這些豬啊 你要去渡住 你一定要化現成 跟耳生這樣 然後才會 他們才會去起共鳴 所以那個就是 你就映現跟他一樣的生 如果是那個什麼 出生到了 你就映現出出生生 它是 它是什麼 惡鬼的 你就映現出惡鬼的聲 所以這個裝飲就從 第一個 你看裝飲就從我們的身 我們身相的裝飲 這是相裝飲是要這樣的一個態度 你說像剛才講說 你穿著 穿著這種積極 我們講說像 我們講啦 你跟他講說 那個是相裝飲啊 像裝飲 像裝飲 像裝飲磨好了 像裝飲沒有用 你要性裝飲 像這個就是性裝飲 你的那個性的裝飲 那個才是裝飲 像裝飲 那個不能只是一個 怎麼講 我們講說只是一個生命而已啊 你沒有辦法裝飲你自己的身 所以對這個身的裝飲 大家知道說 它的定義啊 就是說 隨眾生 映現出你的身 眾生是什麼身 你就映現出那個身出來 你顯現出那個想 顯現出那個想 你說那個什麼 跟一群那些知識豐富的人啊 那些學者啊 你說 你就映現出一個 你是一個什麼 那個什麼 隨時跟一群的人 你去跟他交談啦 他能夠談到什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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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什麼工程領域啊 你要跟他談啊 他可以談到那個什麼什麼那個什麼那個什麼 文學領域啊 你可以跟他談啊 他可以談到那個什麼物理領域 你可以跟他談啊 那就是 映現他生 不然他那個什麼 那個那個那些學鳥啊 學鳥啊 他通常一直 一直 進 什麼 進程在那個那個什麼 他的學藝方面啊 齁 進程學鳥 他不曉得那個人間黏頭啊 黏的意思 就這樣齁 這樣對這個生的莊嚴就ok了 對齁 好 啊生的莊嚴呢 接下來齁 我們知道我們講我們自己嗎 接下來我們就是口要莊嚴嘛 語啦 我們講說生語語啦 我們來講這個語啦 這個語要什麼種類啊 這個語種類嘛 你說啊 你來講講講講好話 齁 啊 不要講那個什麼 講那個粗話 齁 這個語啊 是不是這樣什麼 不是 那個你說說啊 你要口粗 不要口粗慧嚴 要口粗善語啊 齁 齁 或是說口粗那個 那個 世衛裡面 世衛裡面有一個 有什麼啦 礙語啊 對不對 齁 不是口粗這些東西喔 你如果嘴巴講出這些 很動力 比如說那一塊人喬一下 聽起來 喔 要心花弄壞 那個不會這樣 弄得要怎樣啊 那只是一個短暫 就要講哈 一秒鐘過了 一秒鐘之後再不會哈了 齁 所以這個 語壓 那個什麼 講出來都不完齁 講出來的話就要 要讓眾生都能夠能夠接受 眾生有所語壓 有所疑問你都可以幫他解決 那麼這語就可以裝眠了 齁 這個什麼意思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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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經典這樣講說 疼 你怎麼講 就是用這樣拿起來 就是說你可以決定要眾生 就是說齁 所有的眾生 任何一類眾生 他的那個 疑問 他的問題啊 你啊 你話講出來 他都可以 都可以讓他 幫一下解決 幫一下解決 這個就是理喔 不是說 因為我們講說 你要修旗語啊 你在講那個什麼 講惡口啊 你不要講那些 斑語啊 那個都是 對 對 對那個 對我們 認識 對一般 一般那個 那個 一般的大鬥 但是對我們自己呢 我們自己 一定要這樣一個 一個 心理的層面 齁 你的那個什麼 你的那個 語體念啊 話語體念啊 都要是 怎麼講 都要 都要是 能夠解決 你動身的那個 那個那個那個 那個疑問 齁那個那個疑問 這個東西齁 呃 解決動身的 因為不一定是 那個 佛法 可以來解決 不一定 齁 不是不是這樣的齁 就算你那個 那個智慧啊 那個智慧出來以後啊 那個智慧出來 那個從我們講到 現在那個佛法 都要線上這裡 都要時間 時間的任何一個 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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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象啊 你都會用佛法的角度來 來 用佛法的角度來 以佛法的 那個什麼 以佛法的 那個 那個什麼 為主體 它用 自然就會寫出 那個 世間的話 來讓你 讓你 讓你什麼 讓你清楚 所以很多人提 提上說 佛法世間的話有沒有 佛法世間的話 你問這個廢話 根本就是廢話啊 佛法本來就是世間啊 那很多什麼佛法世間的話 對不對 對 所以 那個啊 就是你只要有智慧 你修循就有智慧出來的 在這個世間項裡面啊 眾生的疑問 你自然就是 怎麼呢 那個什麼啊 那個 一刀 切住嗎 不是啊 一刀鑽命啊 就可以這樣講 就知道了 所以這不是 這不是用佛法角度來解釋世間嗎 你這樣呢 這個意思啊 你不要說我佛法 佛法 我很厲害啊 佛學我很厲害 然後你這個問題 我都用佛法的角度來 講給你聽啊 這個對不對 這不對 行不通 一定行不通 知道嗎 因為 第一條人就是行不通的嘛 你很厲害 可是呢 我們都不厲害啊 我們都白癡一個 連佛這個事我們都不認識 你腳不好有用嗎 要是聽你 沒有用 所以 這個是 你 你用那個智慧的 角度 來 來解 來跟他示意啊 示什麼 是世間理啊 一些世間的情見 你看 世間的那個情見 因你的智慧 去化給世間的情見 那個就是 那個動聲音 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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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